在我个人的印象里 复古踏板车最大的好处都是颜值高 但是动力 操控 配置 个人感觉都一般 今天是一个复古踏板局 从这边的维多利亚150 这个是姜葛TT 这个是姜葛 这个飞都四 这个是蒙娜丽莎 这个是布雷斯通的兰卡 价格也有挺大的悬殊 现在卖的最低的 应该算是三杨的飞度4 不过下一步三杨飞度5 马上就要到来 据说飞度5换装了150水冷四气门的发动机 并且价格上调2000元 换句话说16800 那你喜欢三杨的飞度5吗 接下来咱捞捞姜葛 我觉得姜葛在我心目当中很神奇 神奇在哪呢 2万多的价格 这两个差1000块钱的差价 其实姜葛配置前轮ABS 当然有着腾森半热容的轮胎 可以说买姜葛的都是比较有品味的那种都市里的白领 如果说你觉得姜葛的价格稍微高一点的话 那可能看的就是维多利亚 维多利亚现在已经换装了150水冷的发动机了 前后ABS可以投屏的液晶仪表 好处在哪 有着手把加热 大概比姜葛能够省多四五千块钱来吧 再往下的话那就是 他蒙娜丽莎 蒙娜丽莎 你从汽水看上去 和姜葛和维多利亚略逊一筹的 但是外观看着差不多 配置也是一样 咱们原来单独落过关于蒙娜丽莎 她的这个钢琴烤器的这个按键 包括你像至少人家是双油门的拉线 你像这个那个都是单油门的拉线 最后一个是布里斯通的兰卡 兰卡我觉得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外观 那你们可以选择 兰卡我没有记错的话 它用的是 龙芯KS150的发动机 早一批的兰卡用的是台州月亚的发动机 这个是用的也是龙芯KS150的发动机 三阳肯定用自己的 但是和三阳飞度4和其他的不同的是 这些大部分都用的腾森的半热熔轮胎 三阳的飞度4用的是CST的半热熔轮胎 效果好不好 你们自己说了算 然后后边你看一下这个姜葛 这个可以算是一个高配的姜葛 高配的姜葛多出了1000块钱 这1000块钱花在哪了呢 咱赶来落过 视频下面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 2023款的姜葛 好不好看 有没有有一点感觉像 当去年那个北京限量版的姜葛的 那个感觉是有一点像的 维多利亚 咱找了一台维多利亚 决定深度的体验一下 这个车好不好 咱回头再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